跟着剧场管理组王建豪组长的脚步 国副经理馆大会堂舞台后方的布幕吊杆控制室 首次在镜头前曝光 一面案件降下布幕 一面还要大声提醒 在这里服务已经35年的陈明志说 这套使用于70年的布幕吊杆控制室 可能是国内最老的一套舞台布幕设施 不但数十个案件全靠人工控制 工作人员甚至还得懂英文版 甚至日文版的舞台专有名词 一般来讲我们降下来的时候还会跟大家喊一下 因为要让他们注意说 降下来的时候在下面的人要小心 但是现在先进的话就不会了 因为他只要有碰到东西他就停 我们这不是完全人工 所以人要一直在这边盯 对人要一直在这边盯 而且一直要持续按着 三十几道你们怎么记起来 都有分一些英文代号 比如说这个是岩幕 这个是异幕 然后还有所谓的灯光感 还有天幕 还有天幕灯 还有眉幕 就是这些 比较舞台上的一些专门的用语 听起来蛮复杂的 所以这个要有经验的才有办法做 因为他们有的甚至用英文 甚至用日语就跟你喊 那你要必须要知道他要做些什么动作 这也是国富健典馆进行开馆 52年来最大规模整修工程的主要原因 就是希望提供表演团体更好的表演环境 以让国人有最佳的观影品质 这次我们国富健典馆修馆要来进行整修 主要是因为整修的幅度非常的大 包含我们全馆的这个机电空调的设备要全部更新 那当然因为机电空调全部更新 当然就会那个电就没有办法供应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大会堂的整个设施 基本上面都要翻新包含了前台 然后观众席 还有后台升降设备 这些都要大幅的这个更动 中控设备当然就是维持一个剧场运作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包含了有灯控室 音控室 那还有所有的这个吊杆 灯具等等 那这些东西都因为经过了 大概52年的这样的一个风霜 那其实非常的老旧 那为了要因应符合现代剧场的这个需求 所以必须整体的思考 那我们也做了很好的规划跟设计 那要透过这次的整修的作业来 全部的来做一个更新处理 修馆后国内外游客只能透过玻璃观看 在正厅的国父铜像 配合整修工程 国父纪念馆从2月26号起修馆两年半 艺文展厅也不对外开放 因此国父纪念馆方面将推出线上展览 及馆场巡回展出 继续提供国人艺术欣赏服务 我们会想方设法透过现代科技的方式 让大家走进国父纪念馆 首先我们目前已经开始在建制环境3D内外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将来所有的观众都可以透过网络 然后在电脑前面就可以走到我们场馆里面 看到我们馆内的设施 当然也包含我们曾经所办过的一些展览 那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展现 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始在建制所谓的线上展览 跟实际上面我们会把我们的馆藏品 透过合作交流的方式 办理巡回展在台湾的各县市来办理展出 所以不管是虚拟的线上的还是实体的 大家都还是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来看到国父纪念馆的藏品 民国112年荣获台北市最多人造访的观光景点 国父纪念馆周边中山文化园区 在景观改造完成后更值得一游 包括目前正值樱花盛开的三张礼支县 怀旧步道及中轴林营广场 其中能倒映出周边建筑的硬池 更成为游客拍照打卡乐点 包含了我们这个三张礼步道 现在正是樱花绽放的时节 那我们馆前面的硬池也整理好了 那现在多的水物跟硬池倒影建筑的这个美丽的风光 现在已经变成很多人打卡的景点 所以基本上面国父纪念馆所在的公园园区环境是非常完备的 所以仍然会是大家喜欢来走访的一个景点 整个整修工程预计要花两年半的时间 希望在民国115年第四季完工 让崭新的国父建议馆成为升级版的多功能场馆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